近一段时间 美国国内有不少鼓噪跟中国脱钩的声音 对此我们需要从多元视角看待 才可能有一个现实的评估 就像其他很多国家一样 美国也是一个多元利益组成的国家 并不是整个美国想跟中国脱钩 鼓吹脱钩的只是其中几部分利益代表 在世界经济体系 供应链和产业链里 今天的中国都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 它并不孤立于世 即使美国想要脱钩的那部分人也在担心 如果脱钩了 他们反而掌握不了中国发展的信息 我坚信尽管中美两国的依存度会减低 但两国不可能完全脱钩 美国一部分人当然想要跟中国实现全面脱钩 但是中美之间是否脱钩不是美国说了算 更不是那些想要脱钩的力量说了算 中国在任何一个领域 比如核武器 航天 新能源 人工智能等 有了发展 别国就会来参与 这取决于中国原创技术的能力和进展 不要只看到政治的阻力 还要看到资本的动力 拿芯片来说 在没有政治操弄的情况下 它是符合市场供需状态的 如果中国的芯片市场没有了 美 日 韩 甚至中国 台湾的企业 都会遭受巨大损失 技术逻辑跟政治逻辑是不一样的 我们现在更多在讲政治逻辑 但不能忽略了技术逻辑 现在中国在一些卡脖子的领域比较受影响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 因为中国之前在这座山上爬得太快了 美国在山顶上设置障碍 不想让中国往上爬 但说不定我们可以另辟蹊径 从山的另一面上去 显然一个开放的中国不仅不会放弃这座山 更会对这座山做出更大贡献 中国没有称霸的想法 更没有伤害美西方的主观意愿 我们向世界出口的是物美加联的中国制造 是让人们有获得感的东西 而不是像美国那样输出民主 从资本的本性来说 哪有什么动机离开中国 不仅因为中国的市场大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治稳定 社会稳定 过去四十多年 即使不是唯一 中国也是世界上少数几个 同时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跟社会可持续稳定的经济体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 只要中国足够开放 外资不仅不会走 还会更多的进来 华盛顿如今推动的联盟太多了 恨不得在任何领域都组成联盟 这也是西方一贯的做法 对参与联盟的国家 经济体来说 联盟是一个公共产品 大国要维持公共产品 肯定要多出钱 小国要多交保护费 联盟能不能维持 取决于美国还有没有足够的能力 持续提供公共产品 特朗普时期的美国政府退群 退出联盟 就是因为特朗普觉得 美国没有能力保护盟友 除非你交足够的保护费 但这有个前提 那就是需要有一个敌人 如果没有敌人 这些盟友也不想交保护费 美国就把中国想象成一个敌人 但这只是一个假想敌 中国不仅没有对那些经济体 或者国家构成直接威胁 反而在继续发展和这些国家的关系 久而久之 他们也不愿意提供保护费 归根结底 我们还是要巩固自己的基本盘 并补齐短板 今天我们处在一个新的世界经济周期里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 怎么去引领这个新周期 如果说前面一波全球化 我们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 那么下一步我们需要引领全球化 美国把中国看成世界上 唯一有意愿 有能力对美国构成挑战的竞争者 但是我们要表明 我们的目标不是打败美国 而是继续推进全球化 并且有能力 有意愿来引领下一波全球化 所以美国搞脱钩的时候 我们坚决反脱钩 当美国要把我们从山上赶下去的时候 我们要告诉美国人 这座山不是你的 而是世界的 而且我们对这座山的贡献会越来越大 这不是一个脱钩的问题 而是世界秩序将会变成什么样的问题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需要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 更好的国际公共产品 和其他国家合作 减少坏的国际公共产品 引领全球化并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 而是为了整个世界